我的工作变得比较有趣 我好喜欢这个男孩 我喜欢这个男孩 我今天非常开心的睡到中午12点 然后我刚出去吃了个早餐 工作了一下然后去买了grocery 然后我现在刚回到家 然后你知道我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现在已经快要下午4点钟了 然后我现在喝的这个是我妈帮我从台湾寄过来的红豆茶 因为它上面说可以调整体质 我觉得我最近体质好像可以被调整一下 虽然我觉得我的体质应该已经烂光光了 应该也调不太回来了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看不看得出来 但是我今天呢从早上过敏到现在 我真的是也是心很累 因为最近天气就是忽冷忽热 然后又下雨 尤其是今天整个空气弥漫着一种很潮湿的味道 然后我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今天不对了 今天是 going to be my allergy day 现在呢非常没有意义的想要来style我的头发 因为我自从剪到这个长度之后 我好像有点不知道怎么去 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 我往来长头发的时候我用的是那种卷的 那我现在觉得这个长度用这样夹的好像会好看一点 我之前看了Emily的一个教学影片 她说大概是这样 有吗? 对我大概就是想要这种感觉 我最近呢 我觉得我每个Vlog都跟你们讲一样的东西 但是我最近的确也是蛮忙的 应该怎么说我觉得工作呢 其实就是一句话 就是你就是不断的在解决问题 反正我觉得各行各业都差不多 虽然说这样子想 并不会让你的工作变得比较有趣 我最近的工作从可能一个礼拜要解决 五个问题 变成一个礼拜要解决十个问题 大概是这个程度 然后我最近有一个题目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真切最近觉得 所有事情都不是只有一面 就是说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去讲 或者是不同的人去解读 它可能带出来的意思就会完全不一样 但是它是同一个故事 所以就是永远要记得尽量把所有事情 就是了解的更全面更透彻 如果这件事情有牵扯到两个人三个人 把每一个人的perspective跟方向都先了解过之后 你再来做判断 因为怎么说 就我觉得太多事情是 没有谁对谁错 你知道吗 但假如这个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你必须要知道你到底要解决什么 你懂了什么 听起来好像还是很抽象 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 有遇到类似状况的人就会懂 然后也是我最近一个很大的体悟 好我不管了就这样子吧 我跟你们讲我最近忙到啊 我常常会忘记回一言的讯息 就我可能一整天我们的对话就是早安晚安 然后中间它可能会发我几句话 然后我就是完全没有回到它 或是我完全没有时间就是去点开它的对话框 你知道吗 我常常听起来很像在找借口 可是忙起来的时候我的脑子是 就是太focus了 你知道吗 就太focus在消化在运转 然后 我是真的就是 ok要打开line 然后去check讯息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进到我的脑子里面 然后我前几天就觉得 哇天哪我怎么会这样 我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女朋友 然后我就发了一个 就是只有智友看得到的 IG story 然后他就回了那个story 然后大致上就是说 You're fine I understand why you're busy and I respect that 然后我看了之后我整个就是 喔天哪真的好感动喔 满感谢 就是我的另一半是 这样子可以很尊重 我的生活 我想做的事情跟我的工作 我觉得如果换成别人的话 应该没有太多人可以接受得到 我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啊等等的 所以 对 只是想跟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最近 这几天 就是忽然之间对于 EAN就是蛮感谢的 对 好啦其实今天假头发呢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今天要迎接 我先补个口红 等我一下 被大家看到 好 我今天下面穿的是睡酷 anyway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嗨 guys 接下来就是我们一个月一次 大家猜到什么吗 我们一二三一起讲 Surfshack是一个网路的VPM Service 那大家现在 在这个网路非常发达的市集 大家一定很常在网上干嘛 购物啦 或者是看剧啊等等 但就如同你走在路上 可能会被绑架一样 你在用电脑的时候 也很可能你的主机 会被一些有心人士 或是骇客 拿去加以利用 可能他会hap进你的email啦 或是让一些奇怪的广告去锁定你 那他们现在有个功能 叫做Surfshark Alert 那就是如果有一些人 想要窃取你的资料 或是要侵入你的账号 他就会马上发出一个像雷达的东西 去通知你说 欸有人要入侵你的电脑咯 这样 另外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就是 很多线上串流平台 像是Netflix啊 或是Disney Plus 他们都是有地域限制的 那这个时候我用Surfshark 转换我目前的地理位置 我就可以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那现在呢 如果使用我的折扣码 就可以得到83% off 外加上三个月免费 大家如果兴趣的话 我会把所有的资讯 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套子蛮好的 因为你平均下来 一天花的钱 其实真的不多 可是你可以更好的保护 你在网络上面的安全 以及你可以看到更多的影集 我现在要干嘛呢 现在时间已经是4点快要半了 那我今天呢 还想要录一个Podcast 然后可能再剪一些片 晚上再出去散步一下 对 虽然我今天比较晚起床 但是我的一天 还是很充实的 好不好 给自己 给自己Pet on the shoulders 还行 你还要冷静 你平均上去 我贏住 我 你 你 要 你 你 我 薄乳生 冰糖 薄料 冰糖 切成 切成 炒至年快 酱油 鍋爐 同時高麗粉 雪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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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倒下去 雪糕 雪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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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